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蜜頭 希望它下方的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意志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的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蛋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4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零感染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接下來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亦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什麼叫下至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那麼準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盆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盆分析 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向金牛座的三度 同時上星是在巨蟹 即是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它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這個土星在一度 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rb 也算是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一個東西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圍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隻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 這裏是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尖星師 先識的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角行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圖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一點 行星 行路角行 我現在是說 行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度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accident 意外 injury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實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比賽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的暗鬥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害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的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仰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講的信息 所以今期很多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趨吉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你們在15 那個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辦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不是說延歸正傳 快點 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 來到太陽或上升水平座的自身正體運勢 這個農曆四月的焦點是女人 過去一直有一些女人 我不可以說過去 因為這裏有兩部分的故事 好 我第一個說一個比較容易的 有一些女人 她表面是很酷的 也是有一些很 即是經常都閉上自己 和大家不是很交際 但其實原來她內心 都是很善良的 她內心也是有一些很鬼馬的一面 但只不過她的表面 就和大家不是很合群 可能也會因此有一些人去孤立她 但是你們水平有多好心 你都想去融入 即她融入你們 你也是想融入她的生命 所以其實接下來這個農曆四月 如果身邊是有這些看起來比較孤僻的女人 然後如果你又對她有興趣 我不是一定在說愛情 只是說友情也可以 那你可以嘗試去做她的朋友 這一段都會是一段很光明的友誼 很開心的 好 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就是 一些你一直已經認識的女人 可能她的脾氣會很古怪 還有很多東西都好像有陰暗面 有陰暗笑 好像經常守著很多秘密 我忽然之間想起 櫻桃小冤子 我不知道大家什麼年代 知不知道這個卡通片 但以前小冤子有個同學 是女生來的 經常穿紫色衣服 我印象中好像是經常穿紫色衣服 是女生來的 然後眼睛小小 然後頭髮好像有遮蓋得一大額頭 然後經常就在聲音巾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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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我是說哪個 在你們水平的生命中 亦都有機會一直有這樣的人 那你們有時要忍他們 可能我當他們 剛巧就是你兒子 所以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他们的性格 但你都要牺牲自己的一些感受 你都要啞印的 但原来根据星像和尤其是塔罗牌 就显示原来这个农历四月 是你们水瓶座和这些古怪类人 去修补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所以说真的 这个农历四月对你们水瓶座来说是挺好的 是可以去打破一些格幕 记住我说的那个对象一定是女人 那就不关男人的事 我这个录音是用水瓶男水瓶女去听 但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古怪人 那个一定是女人来的 就不是男人来的 或者你说 会不会是一些很女性化的男人 都可以的 即管看看你们自己生命里面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